Hi 又到了6月的快閃優惠 今期除了推薦好用的商品給大家 都會教大家如何配搭 我就是PTS的特約報道員Samantha 沒錯 我是阿肥店長 這期肥了 所以要坐兩個位置 他就是坐我的位置 陰公 你看我慘到 我坐在你旁邊的話 顯得你瘦了 多謝你 講完廢話之前 記得CLS我們 留言、讚、分享和訂閱我們PTS的頻道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會突然間賣廣告 不要緊 今天我們先看看有什麼介紹給大家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牌子 就是Blue Force Gear和High Speed Gear這兩個牌子 其實我知道大家對這兩個牌子都非常熟悉 但今天還是要再介紹給大家 沒錯 其實Blue Force Gear也是一個 美國的牌子來的 美國設計和製造的 Taco的設計主要是用一塊布 一條橡筋帶和一條膠帶去組成 主要是不怕髒 容易清洗 Tenspeed的設計主要是用一塊布 橡筋布去製成 這樣就會彈性高一點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它是明顯以輕薄和快拔為主打 看來現在已經熟了我們的牌子了 講那麼多次 怎樣都熟一點吧 這樣就OK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Tenspeed的Double M4套裝已經擺在桌面 還有另外那個MP7套裝都已經在桌面 其實這兩款有什麼特別呢 主要呢 那M4那個就是專門是給AR款的長槍用 而MP7的話就可能給馬記的MP7 或者KSC的MP7 或者VFC的MP7去用都沒有問題的 那最重要的那樣東西就是它 M4這個款式的Poucher 它除了可以放在彈甲上 它還可以放在紫血帶等去用的 嗯 是不是因為它其實橡筋都說沒有分 沒有分大小的 總之你不要過後就可以了 那有些朋友仔的話 可能會放過好像iPhone 6啊 或者6S那些都可以放進去的 嗯 明白 那其實這兩款的彈甲 都不只是可以放到彈甲 好像你剛剛說的 其實都可以放到紫血帶 iPhone這些小物 那其實它這麼薄身的設計 大家可以打側面看到 其實收藏方面都不會太過牙位 沒錯 那有些什麼顏色呢 可以介紹一下嗎 即是顏色方面 有黑色、沙色、綠色和multi-cam色之外 那還有四連裝和三連或者單個的 那這些呢 都可以在我們的Steel Shop那邊選購 嗯 另外呢 其實我看到桌面上 也有High Speed Gear的Pouch 沒錯啦 而這一個的話 就比較長身 長身一點 嗯 其實它本身是專門給一些 較為較長身的彈甲去使用 對 因為我看到它跟平時的Tako 好像有些分別 沒錯啦 其實在真槍方面 就會有一些款 是比較長身的彈甲 對了 還有現在我們在找AirSum 其實這一個可以擺到什麼呢 就當年好像現在手拿這個沙色 就可以擺到一個入彈器 這個入彈器就是Odin M12的入彈器 那你放進去之後呢 那當你拿出去玩啊 或者你要做緊急reload的時候 你都可以立即從背部拔出來 這樣可以用到的了 嗯 好了 介紹完這個之後 那到你旁邊那個了 剛剛不是說到 Ten Speed都可以擺到電話的 那當然啦 我們還有一個 High Speed Gear的iPhone Taco 的一個袋子 其實這個袋子有分大 有分大大大小小小小小小 還有電網頁有 就有M국anse帶的 還有Bell confanse的人 就像這個這樣的 嗯 是啦 所以給大家是選擇 就會放進去M국anse帶的系統裡面 或者把Hu持之後 也能用 然後其實最最重要 deLiz 這件大大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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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分別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建議 如果是大大小小小小小的 也可以選擇一些13 Pro Max 尺寸的那些這種小小小的電話 放進去 而小的話就可以找13mini 或者13的尺寸放進去 都沒有問題 這真的好像挺方便 而且它的顏色挺漂亮 我自己會喜歡沙色的 我想問一下 這個不就是Breakthrough的刀柔 沒錯 其實刀柔這件事 我們都很少說的 Breakthrough這個保養的刀柔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戶外用完的工具 刀具 要塗這個保養的油 就會不會那麼容易生鏽 我們都希望我們買回來的Gear 可以長命一點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或者對於我們今天所推介的產品 有興趣 都可以趁這個6月快閃優惠的時候 上我們PTS Steel Shop的官網選購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都可以問回肥肥店長 那我們下條片見 記得CRS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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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ęd